一三港姐 惡斗一五港姐 靈仰陳凱琳 險勝十憂麥明思 2015年香港小姐競選決賽 昨晚就圓滿結束啦 菜果上毫無驚喜 大熱麥明思雙了奪冠贏到開行 不過有指十憂思锋芒泰勞 比其他界禮杯葛 就連封口一下都沒人上前恭賀 還有人說麥明思已經成為新一代的公敵啦 這兩天網上出現不少有關麥明思的討論 還有人將他跟一三年港姐冠軍陳凱琳比較 劉主認為這兩位冠軍人馬是近年來的港姐大熱 也是小健的高質素港姐 所以有得揮呀 不少麥明思的支持者認為偶像手插十條A 已經贏成條街啦 有人說十憂思的整體表現雖然就未算超班 不過看起來好順眼乖乖女夠晒入屋 還有人說難得有個靚狀元港姐 可以提升港姐的形象呀 不過更多人贊成陳凱琳高幾班呀 講樣沒得輸 簡直是這幾年